昨天我的段位还是20颗星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他少了一个零 哦呦 这种年贵的感觉现在真的招不住了 当时我玩这一局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崩 所以选了一个云中军 我不要什么操作 我只要拼A 这里龙坑附近抓到一个猴子 那不用想直接A他 哎 你这个时候更新什么更新什么东西 我这个东西有完没完呢 一个接一个 打团的时候来个这东西 我感觉我人都要裂开 这里A出菜文机撕裂效果之后 一发一技能准备后车拉开去 这个鬼 调整心态下路支援一波 运气还不错 一面碰到一个小桥 这个小桥反应很快呀 但是很遗憾 某得用 接着利用二三连招 一个霸体 一个无法选中 去规避中物院的石化控制效果 打出撕裂之后一发成绩送兄弟上路 这一把对面这个小桥玩的还不错 所以咱们需要好好针对一下 这里看到他这个位置 卧掉又来 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技能直接扑过去 一技能啄到人之后剩下的交给平A 一般来说云中军没有什么其他操作 只有当你感觉他要控制的时候 那你就提前开个大或者是交个二技能 因为对方的控制咱们一定要规避 玩这一把的时候系统时不时就跳一些 关于系统更新的提示 而当时我又不知道怎么关 关键是也没有时间让我去查一下到底怎么关这个东西 所以就导致了前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不敢去抓人 也不敢去接团 就怕一打架提示框又来了 因为前两次都是这样 一到打架的时候提示框就来了 关键是那东西一来就遮了我将近一半的视野 而且他提示的时间没有任何规律 所以这样一来 云中军的强势期就在单精受怕之中错过了 但是幸好队友还算是给力 最起码是稳住了没有崩 这里上路支援一波 落地的时候不要着急稍微一等 等到飞天之后一技能直接入场 要记得提前杀手 这样的话一技能有个冲刺效果 入场之后千万不要落地了 那这里用大招续航一下 顺便也可以规避对面第一波伤害 运气还不错 出了几个暴击 也是在第一时间记下了敌方射手 成功的配合队友完成了厮杀 云中军这个英雄就前中期强势 后期团战是完全不行 所以当游戏时间过了十分钟以后 咱们主要以抓弹为主 因为单挑能录得过云中军的不是没有 但是绝对不是什么猴子中无厌之类的 就对面这个阵容单挑我几乎无敌 所以利用好这个优势先抓一个 秦深以多打扫之后 那接下来无论是打团还是空龙 咱们都可以占据一个主动权 这里中无厌这个运气还不错 第一轮就给我控住了 没有机会绕后的话连破摆死了 只能先稳一手后撤一下 下路咱们还是先单待一下 有机会的话抓个单 没有机会制造机会也要先抓个单 哎 这个猴子你比什么 二技能一开防止他击飞 连续三个暴击送兄弟上路 当时害怕顺略向后面跟着蔡文姬 所以咱们没有第一时间上痛势的机会 本来这里完全可以直接一波 但是因为我犹豫了 所以只能退二球七次 空客主宰 这一局的龙基本上我全控了 队友的经济肯定是占优的 因为这个提示问题我已经错过了强势期 玩云中军的时候没能在强势期打碰对面 那么在后期就需要队友主动的把这个节奏带起来 按理来说队友经济占优肯定可以接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把玩的好吃力啊 每次我都是先抓了对面一个猴子 可是每次都是五打四还是不行啊 要么就是打赢了没兵线 要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打不赢 要我说的话对面这个操作很一般啊 而且对面有个蔡文姬 站位又密集 我放一个真机不是随便打吗 龙我全控了 不可能是经济问题 对面猴子没有任何机会切口牌 也不可能是C位被针对 导致了伤害打不出来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该你出的时候你不可能赢 这里龙王已经到手给队友发出几颗信号 按理来说风暴龙王一拿团战随便打 但是我依然决定先稳一手 给队友发出了好几个信号先去清兵线 但是队友这两个C位啊 你们凭什么用脸去探草中 完了 笋干暴胀 游戏时间24分钟 就这样爆发了一波猝死团 这还是拿的风暴龙啊 大好的局面啊 我难受 香菇 音乐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